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是國民黨的總統初選的 第三次的國政願景發表會 地點在台北舉辦的 但昨天的主軸在什麼 在經濟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經濟不景氣 苦人多 但在昨天這五個人 他們講了些什麼 其中韓國瑜其實講到的一點 就在於說 許多的庶民生活的苦 現在這個時候 當然要得中央來想辦法解決 要不然台灣環境 如果不能改變的話 我們還得繼續哭下去 是立剛 其實你看韓國瑜 他一直詛咒就是在什麼 莫王世上苦人多 就是在注重庶民的生活感受 我們事實上是一個台灣 兩個世界 這也因為過去台灣20多年來 我們的經濟政策 過度重視經濟數據的表現 過度重視經濟的成長 而忽略了 我們經濟紅利的分配 所以今天造成的 貧富差距 急劇擴大 南北發展 嚴重失衡 想想看一個美好的台灣 在經濟的領域裡面 我們已經分成四個字 這四個字 看一看 我們都會覺得 害怕 貧 貧 貧 南 北 這個差距越來越擴大 所以我的想法跟傳統的經濟分子不一樣 有1.6% 但是我們的就業人口 佔了將近5% 大家還記得 客廳及工廠 那個時候家家戶戶 手工業 各種加工 如火如土 家裡的聖誕燈 家裡的人造花 我們那個時代在充經濟 現在來講庶民經濟 已經處於絕對的弱勢 所以政府一定要做 其實昨天國政院警 這個發表會講完之後 韓國還特地繞台下去 跟這些韓粉握手 然後就是感謝他們來到現場 然後他回去 你以為他就休息嗎 不是 他馬上又發一個臉書 然後為什麼要發臉書 因為就在同一個時間 國政院警說明發表會的時間 當時在台鐵加一站這個地方 發生了一個不幸的事件 就是有一個難的 因為補票這種衝突 跟車長起爭執 騎鎮之後車長就叫警察來 結果這位年齡還不到 還有八天才滿25歲的警察 就被刺中一刀刺中腹部 十公分身的傷口 結果後來就不幸殉職了 你知道這個 這位年輕的警察 他成績非常猶豫 第一名畢業了 然後也受到了很多獎勵 然後結果他為了就近照顧家人 還申請調職 回到家鄉這邊來工作 結果因為這樣就殉職了 真的讓大家覺得非常悲痛 他的家屬當然一個獨子 就這樣沒了 當然我們比如說台鐵的基層員工 也都非常辛苦 你每天要面臨各種這樣的衝突 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這些大部長們 這些大官們有扛責任嗎 老實講也沒有見到 他們扛什麼責任 吳鴻謀當初講得很好聽 說好 我負責 我下台 普悠瑪斯玥 我下台可以 下台之後 現在又很高興 去接中華郵政董作 薪水搞不好更高 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講 這些大官派派屁股走人而已 基層的永遠要去扛真正的責任 再講到另外一個層面來看的話 其實這一個家屬 這個嫌犯的家屬 其實也很可憐 也很痛苦 你看這是他的太太 他太太遇到記者來採訪的時候 直接跪下來 他說他很對不起警察跟家人 我們來看他怎麼說 他一直都不認真 他一直鼓勵 他很老實 他很認真 很認真的人 他很老實 他很認真 我不知道 因為他有長期的 趙醫症 趙醫症 趙醫症要很久沒吃了 他現在因為經濟壓力大 很久沒吃了 拚了他要去 他怎麼做的 他怎麼回你 我這陪著 我太不想 不知道他現在壓力 經濟壓力大 我變這樣 我也不知道 他會不會 因為他很多事 我都不敢幫他問 因為現在經濟壓力大 都太不想 我都不敢幫他問 我不知道他的經濟壓力大 不管是不是經濟壓力 一個人命就這樣損失 這個兇嫌 大概也是要進去坐牢了 所以這變成兩個家庭 都因為這樣破碎 老實講 我們的社會到底能夠給這些人 什麼幫助 韓國瑜他有在關心這個事情 結果我們發覺 另外一個人也在關心誰 我們的郭董 郭董也很奇怪 最近好像韓國瑜做什麼 他就跟著做什麼 韓國瑜一發這個 一定要健康回來加油 然後郭董馬上也發了 我要向這位應用的警員 至上最高的敬意 然後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7月2號的時候 韓國瑜說管中敏的事件 他拚集民進黨政府的時候 郭董馬上也跟在後面跳出來 在聲援管中敏的事件 現在就是韓國瑜做什麼 郭台銘就做什麼嗎 但讓我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郭董好像對政治這件事情 總是念念不忘 為什麼 他自己新增了一個行程 叫慰問理性警員家屬 時間是7月4號下午2點20 然後在嘉義勢力殯儀館 你看他有去的一個彈述叫 本行程警慰問家屬及致癌 全程不接受訪問 造成不便 請見諒 你如果這麼不希望記者訪問的話 你自己去就好了 我不太認同這種做法 但是另外一個人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個屏東的這個阿嬤 他這個阿嬤就一直在做公益 他自己還賣掉兩棟房子 然後他一直希望能夠看到韓國瑜 說他做夢都會夢到他 結果你知道 他當然也有說希望郭董來看 然後結果你知道 李嘉芬我們都知道他已經生病 一直咳嗽咳了一個月 結果李嘉芬也沒有通知媒體 他自己悄悄的就跑去拜訪他 然後被民眾拍下來 正常人物做事有沒有心 其實從這些行為局上 就看得出來了 你從這種角度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但是韓國瑜現在做什麼 都會被酸 最近這幾天 在中南部都有下大雨 下大雨的時候 高雄很罕見的 沒有什麼淹水 可是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桃園開始淹大水了 你看龜山公園區這個地方 淹到你看都到車輪這邊來 有人說有些地方 都已經淹到30公分深了 因為他們瞬間 雨量166毫米 對 其實雨量真的很大 然後有141個地方淹水 當然淹水有的時候是天災 可是市長是不是也要趕快出來 巡視一下 做一下 尤其更讓我們覺得奇怪的 就是我們那位全國不分區議員 有人就故意哭手這張圖說 市長桃園淹水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曾文燦那邊回答說 新聞沒報不太清楚 故意去哭手酸他們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說 你還好意思講說 你不是有針對性 你不是雙重標準嗎 實際上在台南 台南安中路這邊也淹成安中河 看到沒有 整個變這個樣 整個像一個溪一樣這樣過去 所以台南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反而是高雄 你看 高雄路是乾乾淨淨的 沒淹水 所以你說韓國瑜 真的沒有在做事嗎 你們是不是要拿良心出來 說一句公道話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 我跟你講 我們的陳其邁 我們這位地下高雄市長 到現在還是很酸 他說韓國瑜 你不要老是在那邊 說這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不要再攻擊中央了 我們政院批准經費速度 是歷年最快 韓國應該把市政工作做好 防疫不就是把病門撲殺掉 不就好了 他說對 史上最快 但是不是給高雄 是給台南 原來史上最快是給台南 黃韋哲自己寫的 韋哲自己在他的臉書上寫 他說6月13號 向行政院長順暢表達我們的需求 並爭取到登革日防治輔助 661萬 然後後來又分別再爭取 1350萬跟1200萬 總共已經加起來你知道 已經差不多3211萬 他很快 人家6月13號一爭取 兩個禮拜就下來了 對 你知道韓國瑜是爭取多久 韓國瑜現在爭取到5300萬 實際上只給了2600萬 他是從2月開始爭取到現在 2月到6月 4個月的時間才爭取 所以我必須說 高雄現在真的沒有在做事嗎 韓國瑜真的沒有在動嗎 其實有一個網友拍了一段影片 我們來看他怎麼說 他一直要叫我怎麼樣 我後來沒水人家 我後來沒水人家玩了 我本來我很祖書 我想要把我們的保留在高雄 還不然把他留沒有了 只要中央這樣把牆 這樣把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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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一塊蚵仔錢 撞到 這樣高雄要怎麼 我在高雄騙30年 一個鎖匙的騙8年 人家說的鎖匙吃素豐 他剛才把高雄騎吃得搭搭 換一個說得很極端 早台湾12年 早台湾12年 四街黑鎖匙說得這敘風池 對不對 黑鎖匙就這樣 車路行 只要水高頂一頂 我就水高搖出兩台電動車 他還沒踢死人 其實立剛昨天我們在講登革熱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那個登革熱要撲滅的時候 你要噴那個藥 上面在家具上面 全部都要撲那個塑膠袋 要不然你整個家裡面 全部都是殺衝器 你知道現在有網友告訴我們 很熱心的 說這個是有名稱 特定專有名詞叫養生膠布 你說後面那個布叫養生膠布 這真的是 我覺得還滿諷刺的一個名稱 因為你要這樣才能夠 把藥物隔絕 然後不會傷害到你的家具 不會讓你去沾黏到這些藥物 其實講一講 連這個都有名詞 真的讓我們覺得滿可悲 好 我們現在這時候 來連線高雄市民阿虹 阿虹 阿虹 這個前兩 已經這兩天心情有沒有好一些 這前兩天的時候 你在網路上面這個直播的時候 在那邊說到 說現在這個時候下雨 已經沒有水可以玩 沒有魚可以抓了 韓國瑜現在這個時候執政 你以前的什麼都沒有 這是苦中作樂 苦中作樂 那不是說沒有水的人要玩在想去 你如果看我這兩天 也很多人在跟我說說什麼 我們這裡怎麼會這樣喝水 現在我們在理長在這裡 我告訴一下 看是我們這裡有喝水 是不是大風小風我們幾個睡不著 我來你 晚上在樓就坐在等下 大家都不敢睡 對 然後燒熱就在那裡賺水了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理長在我們這裡做得真讚 我們都不在分色彩 我大大在這裡說一句話 對你比較失敗 我把我把我把我嚇到 人家也民進黨 為什麼人家幾十的 你中的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以前的政府就不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對 對 我們是不把我們八成當作 我們的八成是誰 為什麼人家可以這樣照顧完 可以為到我們這裡的環境 我們這裡通淹中的就是淹水而已 對 到目前都沒有淹 今年到現在都沒有淹 來來來 你說 有淹 這幾個都沒有淹 都沒有淹 大概兩點鐘就停了 是 斷斷去去 沒有淹幾天就對了 對 他現在問說 我們這裡有淹水嗎 有稍微 有稍微 對不對 水拿的時間呢 拿的時間很快 對 說到這個 我就懶了 你在這邊 你色彩的問題 你不用說 說到這個我就真的 我真的我的記事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賀錢用都好 我賀錢用都好 可以 我有聽到 可以 我有聽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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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怎麼樣 這跟我們說一個 要罷免 嗯 是要罷免 是要罷免 是要罷免怎麼樣 現在現在是要跟我們罷免 我們還回去像以前這樣 啊 還要說我們在這裡這樣 只要如果罷免 提醒招待 那不是 沒人睡啊 嗯 嗯 你不要這樣 真的不要這樣 啊 啊 我們共用 我們 我們 我只說我們這區就好 我們任務人 就不是人 嗯 啊 啊 你們這黨的政府 讓我感到你們大穿的衣服 你知道嗎 大穿的電水關的 半肥 你說香而已 不知道那邊的人要吵死呢 都覺得你好而已 對不對 啊 你們那裡的手禁啊 如果一張紙 讓我感覺說 我從做的孩子 老師說這是白色的啦 啊 啊 現在你們說那個黑色的 我們不能說白色的呢 嗯 都要你們說就準算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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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禁的我們的 我們的行政院 就有關照這麼大 啊 啊 你以前你也不來 我們任務看呢 嗯 我們這裡的銀水 怎麼這樣 你都不來這裡看呢 對不對 啊 啊 啊 現在我們好無用於一個市長 齁 齁 我們的市長都不讓人說 他就想到我們的問題 他就來解決 啊 啊 你們這些人 要把我們拔面我們的市長 啊 你不是要求我們高雄人求點點 嗯 嗯 嗯 真的苦惡這件的你們啊 啊 你怎麼還在想說 以前國民黨是怎麼弄下來的 嗯 嗯 我是沒有特性的 所以韓國瑜這個 當市長之後 這幾個月 你們這個里附近的水溝的話 也都有積極的幫你們做清兵嘛 這齁 這齁 這個我們說 像這個問題啊 我們 我們理長啊 他 他 他同有感覺啦 嗯 他真的同有感覺 他講的 這個我們都坦白說嘛 嗯 對不對 嗯 以前之前的 我們都不要這樣批評 不過人家自他 來 直到做我們的理長 我們 從以前就一直在關心我們這些銀水的問題 嗯 剛才扔到這顆的 我們進這個市長啊 剛才扔到這顆的啦 對不對 有要替我們解割的事情 嗯 那來和地方這些理長 對不對 大家互相可以這樣 找出一個共同的問題來解割 嗯 嗯 這樣不太好 對啊 好 來又翻樂時 對不對 對 你聽到沒有 鴻雨必災啦 大家又要翻樂時啦 嗯 好不容易 有這個大家互相在配合 要來解割這些問題 你才會出一些這些冷靜 我都沒有特色 都沒有地勢 你們特色是特色的 才會這麼便宜而已 可是國慶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民氣 什麼叫做民怨 我們可以注意到 你這兩天 在禮拜六的時候 你就要準備到高雄 就要去議唱了 你唱得所得 你要準備捐給高雄市政府 作為這登革熱的防疫 可是反應是超乎熱烈的 以前的時候 你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是討厭你的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這時候這些偷跑 還真的滿可愛 因為你講話很公道 大家就挺你 綠營的人還不知道 這後座力究竟有多大 綠營如果知道的話 今天我不會離開 但是我不改對國民黨的態度 國民黨我也是賣 做不好我也是賣 但民進黨做不好 結果我也覺得更愛賣 因為我這段不斷不敗 我這一段期間感受很多 因為很多人在我的臉書給我鼓勵 都說我以前看到你真想 一掌扒下去 要把我扒下去 說看我都光圍比平坑出來 但是我離開之後 他們接受了我 特別這段時間 高雄登革樂 我心裡真的很難受 怎麼說難受 我在高雄亂愛 我在高雄帶母 我在高雄生兒子 我在高雄創業 高雄人 高雄那塊土地那塊天 給我孕育 結果 現在一個登革樂 竟然還在分藍綠 當我們的防禦人員 站在第一線噴藥水的時候 政治人物 將登革樂 當政治在糟糕 在那裡噴口水 防禦人員這麼辛苦 隔離一千萬萬萬 他們站在第一線 自己也最危險 誰去關心過這一些防禦人員 有人在關心你嗎 沒有 有新聞去台灣去做 防禦人員 他們是一天做幾天 他們吃飯怎麼休息 什麼時間去做 有人去關心嗎 沒有 沒有人管你去做這個 只有登革樂 就是政治的口水操作 藥水抵不過口水 所以我本來是這禮拜 我有跟朋友也好 跟一個朋友在做紅妖嫁 要去蘇杏走走走走 帶母子去 前天下午 我香港生的 不知道 我感覺說 此時此刻 我切斷也切斷不下去 因為我記得 高雄氣爆的時候 我也有做一首歌劇 獻給高雄這些 這些受難的朋友們 以及這些救難英雄 叫做江東的風 也是我自己很時很劇 所以我在那天 我感覺出時出劇 登革樂 它不是蔓延很嚴重 到二十幾年而已 到以前的萬五年 萬九年 要怎麼比 為什麼可以操作到 很恐怖很危險 說到沒有人敢去高雄消費 沒有人敢去高雄出頭 我率先是主 我先來 所以我前天在一個節目 我就說 我來辦簽唱會 我不相信沒人要來 大家比較勇敢 對高雄來 我來辦簽唱會 我把我唱片所得全部 義賣所得 我全部交給高雄市衛生局 這半 讓他們做防疫基金 這半 讓這些防疫人員 第一線防疫人員 要吃燙吃冷就有 要吃飯也有 吃點心吃消耗都有 結果你知道反應怎麼樣嗎 我真的很感動 我只剖去而已 七千多個按讚 一千零九十五個留言 真的很恐怖 大家都給我鼓勵 大家都說他要去 結果我唱片才準備多少 你知道嗎 你準備多少 我唱片準備一千兩百張而已 我整間家中翻出來這樣而已 我本來 那你還要代版 我請幾頂的唱片 是要送朋友 我在做臉書直播 我要送朋友的 送給消費者的 結果總勤在我家都勤請一千兩頂 一千兩頂你怎麼知道 今天我要來而已 一個人一個朋友 我沒信不知 說他要六十萬 要兩千頂 我不認識的朋友 透過高雄李梅珍議員 說他要關六十萬 昨天晚上一個王小姐 台北的 買兩百頂六萬 已經幾六十萬了 現在已經幾十萬了 我都還沒有去現場 也要感謝文三伯 去那幫我法律頂提 今天早上我們也正式到市政府 去申請到地點了 我也沒辦法跟他說話 我這都不是在停什麼人 我是停高雄人 我們現場拍賣 說得我一毛錢不拿 我全部捐給高雄市衛生局 讓高雄人感受我們的愛 讓高雄人感受說 雖然你們在東高雷飛行當中 不過社會沒把你們買記 這幾天我感受很親密 只有剛才我還拿給李娜看 還有一個阿婆 他說他沒辦法去參加 叫我一張唱片賣五千好不好 我說你新到了就好 人不到現場我不賣好不好 你看看那六十萬那個怎麼辦 他說我說我唱片就沒辦法 給你我請多少 憲定要一塊一塊賣 讓大家一百不可以賣 十塊不可以賣 一千不可以賣 隨便你們賣 我也不設定說 一塊唱片賣多少錢 文三伯他也要提供很多東西去賣 如果有人用林國慶名義去募館 馬上報警 我們東高我們的隨統計 隨處理市政府 一半防疫人員 一半做防疫基金 讓高雄人感受我們台灣人的勇氣 激起高雄人 但林 我們看到韓國瑜有提到說 現在這個時候中央在暗中 卡韓國瑜好像卡得滿厲害 而且自探說好像現在這個時候 要錢好像像拿小費一般 可是我們看到陳其邁他說 行政院是歷年來撥款的速度 是最快的一次 可是韓國瑜是在2月份的時候 就開始跟中央爭取跟隔熱的 防治的預算的費用 但我們看看隔壁的那個縣市 台南 台南可是6月13號才這個申請 才是真的火速 馬上錢就撥下來 看來火速是火速在台南 不是火速在高雄 我要先謝謝國慶大哥 對於高雄給予一些溫暖 謝謝我要馬上報一下 大家如果有空 禮拜六要過來 我真的今天看到陳其邁這樣講說 病媒文撲滅 真的把病媒文 所有的病媒文都撲滅 怎麼會有登革熱 這個話到底是講給誰聽 從歷屆以來的這個市長 哪一任裡面沒有登革熱的產生 你告訴我 你自己都在2005年的2月1號 到9月26號是在高雄市代理市長 對 那個時候也有登革熱 你怎麼不講這句話 是不是 一路上來最嚴重的時候 陳其103年跟104年的那個案例 104年還死了112個人 你要不要跟陳其講一下 你要不要跟陳其講一下 當時的登革熱怎麼沒有撲滅 為什麼讓高雄死了112個人 所以從這些過往裡頭 登革熱從高雄的 整個發展的狀況 的確大家要努力去做 難道是從政治口水就可以嗎 你如果說在陳其的任內 去年你都可以減編9千多萬 來處理今年的狀況 明明知道高雄市政府 接了這個案子之後 看一看的確就是不夠 從2月份韓國瑜開始反應的時候 一路告訴你今年的狀況 大概從一剛開始就說 大概要欠5千多萬 所以4月份再去開會的時候 再把明細給他 告訴他就說拜託中央趕快給我們錢 到了6月份的時候說 不然這樣子 再來4千6百萬就夠了 中央不用再給我們那麼多錢 一路上要 什麼時候爽快的說給我們 這可是救命錢 對 比起黃韋哲說6月13號才要 結果現在已經3千萬 已經到了台南 兩個禮拜時間 兩個禮拜的時間就可以到 那邊才叫火樹 我們這邊叫什麼 你說你不叫卡韓 你說這是史上最快的速度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在臉書上面 寫的這個流程 很多人不懂 我要在這邊再解釋一次 中央到底怎麼給我們錢 以前所有的年代裡頭 給錢的方式 就是用中央的第二預備金 叫做代收代付 什麼叫代收代付 表示就是說高雄市政府買的東西 可以在中央直接拿這些收據 就直接核銷 在中央自己去核銷就好 我就只要報這些領據 給你就好了 你錢就直接撥下來 對地方上面 這個速度是最快的 現在用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用特別統籌分配稅 然後直接就告訴你 公文來的時候 直接告訴你高雄市政府說 你要進稅入 然後按照正常的流程 再報給我 好 進稅入 我們都知道去年 稅入就已經編完了 今年如果要進稅入好 財政局 主計處 所有單位再來一遍 這些過程你傷害的人是誰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要卡罕 他是要傷害高雄市民 所以陳其邁在這個時間點 我內心裡面深深的感受到 當時那個遺珠之憾 本來你要選上高雄市長的 但是你沒有選上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你懷恨在心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慢慢的臨辭 慢慢的臨辭高雄人 現在如果你還要回來 很多人都說 這個罷免的動作 是為了要讓陳其邁 能夠回來選 所有的高雄市民 你好好的看一下 這個人到底現在 在做些什麼事 但慧琳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高雄以前是每逢雨必焰 到了目前為止的話 有網友居然在這網路上面 PO出說 用了12年的舊生圈 想要把它賣掉 真的想哭 因為到目前高雄 還沒有淹水比較嚴重的狀況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桃園的話 下了一場大雨之後 整個就變成惡羊一片了 但媒體上面的報導 你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桃園的事情來說 好像並沒有媒體 去特別的重視 可是高雄只要有一點點集水 大家都在那邊盯著看 說到登革熱的問題 也可以注意到 剛剛韓國瑜要錢 要了四個月還要不到 但是黃偉哲他去要的話 只有短短兩個禮拜 3000多萬經費 馬上就進到了台南市政府 現在民進黨難不成 這個兩套標準的狀況很嚴重嗎 他這個不是兩套標準 就不叫民進黨嗎 我覺得其實麗娜議員不用生氣 你知道 其實在民進黨的眼裡 老百姓並不是老百姓 為什麼林國慶脫黨 他現在看你 只是一張一張的選票而已 你今天你票給我了 你就是人 你票不給我 就像段儀康講的 我沒有辦法不鄙視花蓮人 因為那個時候 民進黨在花蓮敗選 不投給他你就不是人了 你就不是人了 所以在民進黨眼裡 為什麼韓國瑜那麼生氣 在台中的場合說 為什麼你們寧願拿錢 去照顧那些新南向的國家 對新南向的國家 印尼 泰國大方的不得了 我們說站在國際人道救援的角度上 你卻幫助那些人可不可以 可以的 甚至我告訴你 在廣播電台 我有一次坐車 我聽廣播的時候 就在宣揚蔡政府的德政 比如說印尼有一個年輕的警察 在執勤的時候 他受了傷 然後就送到台灣來 台灣就給他最好的醫療 然後送回去的時候 還給他一筆錢 讓他以後可以生活無餘 這就民進黨 因為為什麼 新南向是怎麼樣 沒有選票會給國民黨 或是給民進黨的問題 所以他錢灑出去的時候 反正又不是他的錢 又不是民進黨的錢 是老百姓繳的納稅錢 但是民進黨可惡就可惡在這裡 台南就是他自己人 台南黃偉哲就是他自己人 你怎麼會希望說 台南撥款的效率會跟高雄一樣 高雄是牛步的撥款 撥款的過程中 不斷的藉著登革熱來羞辱你 你來不來開行政院會 不來是不是 你看你不重視高雄 來了是不是 好 我趕快剪影片 來修理你 你看 拍了好幾支 韓國瑜因為他要到處去造勢 所以來開院會的時候 都精神不濟 到目前已經出了8支影片 是 我真的不知道中央講說 把蚊子解決掉就好了 你是在罵誰 你是在罵城局 不是嗎 死了一百多 一百一十幾個人 你不是把蚊子解決好就好了嗎 你怎麼解決不好 你怎麼只解決掉 你關底旁邊的下水溝 你真的要去鋪蚊帳 你不要讓鄧格倫的蚊子來咬到你 其他老百姓的命不是命 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是命太好了 民進黨就是台灣人 對他太縱容了 民進黨做什麼 但他的記憶都很短暫 康育成還講 當韓國瑜的這些政績 包括六個月 清淤長度13.5公里 11.3萬噸 比去年一整年的清淤的 都還多 然後所有的政績 包括農產品賣的比例 也是幾個月 就超過城局一年的 可是他怎麼樣 大家還是用 顯微鏡看韓國瑜 對城局是怎麼樣 大家選擇通通 選擇性的遺忘 但強強怪 我們看著2014年2015年 高雄市的登革熱大爆發 上萬起的案例出現 那個時候每一家都要被噴藥 還要貼上養生膠帶 每個人口上都戴著口罩 可是在當時的城局 他動用市府的經費 7000多萬 中央爭取到5000多萬 再加上民間捐款2000多萬 透透加起來 居然1億4000萬的 這個登革熱房治的經費 可是現在韓國瑜在高雄執政 我們看到了 顏色不正確了 你想要的錢 都完全被卡住了 所以現在給你看電視的好朋友 你們一定你們頭部 不能一隻就忘記 不能說我今天說一句話 都忘記了 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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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發生事情 他們要有責任 剛才今天民進黨 死人他們沒事情 頭間減鳥他們沒事情 工廠 國民他們都沒事情 官越做越大 我常在告訴各位那位朋友說 水狗 清的 錢的 出的 鹽收的 送鹽收的 錢怎麼出的 錢怎麼出的 工廠 清水狗的這些經費 有錢出的 都發包出的 鹽收送鹽收 那些錢都差不多了 他們怎麼去 他們現在官越做越大 跟我們台灣人 過去天氣 湯架天氣 他們早上一句話 寒稚不怕路頭暖 支球 氣候 代代團 這樣他們要把我們台灣人洗腦 遲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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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來說就看不到 要出來說真的事 他說我們背骨 很多很多離開 民進黨一個一個一個離開 因為我們要追求是真能量 說到登高樂 這多夭壽你知道 夭壽得怎麼樣 你知道嗎 登高樂他怎麼噴你知道嗎 我說那不知道是你做秀 你做什麼 那是生長人 生長人怎麼樣 要噴 你知道高雄的速度不夠 唱得不夠 大家恐慌 跟你說聽水 整個全台灣南部的水湯 掃了掃到沒辦法 水湯 那有時候要噴 你知道嗎 像我們以前在噴農業 這樣噴 整間沒辦法 他管理你家裡是 砰衣 沙口 冰箱 冷氣 不管你 整間噴到整片 今天跟你說一句話而已 沒讀 沒讀 你知道這要清理的時候 要清潔的時候要怎麼清 開的太暗暗暗暗 這樣清 要怎麼探去 一顆一顆一顆勃 登高樂 死人一個死 一個死一隻坐 他們有事嗎 他們夢中無事 今天韓國瑜只做而已 登高樂也沒有勃 到現在為止也三十多顆而已 我們跟你說 不吃一口 要把飯飯 把飯飯韓國瑜 把飯飯吃 好朋友聽到最小 他不是要把飯飯韓國瑜 他們是現在要賣韓國瑜 收這麼大 他們準備任務要買票 他們現在的目標是要罷免韓國瑜 可是韓國瑜真的做得這麼糟嗎 要被高雄市民給罷免嗎 其實背後 不是這表面上你看到的罷免 是做得不好而罷免 而是背後因為有龐大利益的關係 而這個利益不能被韓國瑜給阻擋 是 利港我們都知道 一個所謂的We Care高雄 一個所謂的公民割草行動 這所謂的民間團體 所謂的藝文團體 其實就是民進黨跟激進黨的化身 喜歡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怎麼說呢 他們什麼公民割草行動 本來這個月六號 要舉辦一個公民駕馭炒事 其實是幹嘛 就是要直接用那種集會型的 這種韓國瑜罷免行動 這個罷免行動 結果因為市政府沒有核准 他這個場地 結果這割草成員就怒向韓國瑜 你講愛與包容根本鬼扯 你都不讓我罷免你的 因為他們要用的是 藝術特區博爾的場地 博爾場地 不好意思 這是誰制定 我跟你講 是前朝制定 因為當時博爾完成的時候 是在陳菊的手上 是 陳菊的時候完成 所以他當時現有的規定 就是宗教政治活動不得受理 只有藝文活動可以 他們在現場發的是什麼 他發罷免韓國瑜小卡這些東西 這是政治活動嗎 你這個規定 又不是王簡秋訂的 也不是韓國瑜訂的 這誰訂的你知道 錢文化局訂的 錢文化局長是誰你知道 引力 引力 所以這些人怎麼有臉出來 講這句話 但是立正我必須說 現在我們會發覺 這個罷免活動不只是這些 所謂的假民間團體在那邊做 還有連電視台媒體都參與期間 尤其是兩家電視台 一個三里 一個年代 這兩家最近講這個罷韓的行動 講得非常多 很積極 很積極 一直在爆 這個東西到底是單純 只是因為他們不喜歡韓國瑜嗎 應該是吧 我跟你講 有人認為說 這可能牽涉到一些 土地利益的問題 你會覺得很奇怪 電視台跟土地 電視台跟土地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建商才會有關係 我跟你講 那你就錯 因為你要知道 林坤海跟電台生這兩個老闆 他們私交很好的 我跟你講 之前伊甸市要上架幹嘛 林坤海也有幫忙 你知道 你去幫友台上架 這個交情很不錯對不對 他們兩個交情甚至好到 一起合起來開 房地產土地開發公司 這家公司叫三合 你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交情非比尋常 不像一般的電視台老闆這種交情 你看這是自由時報報導的 從親命戰友到漸行漸遠 海董與花媽團隊的恩怨情仇 你看這個很奇怪 海董跟花媽怎麼會有恩怨情仇 因為你知道 當時三立董作林坤海 遭到鏡週刊跟拍報導 然後說他用賓士250小鋼炮 接受民進黨籍高雄市議員 嚴小金到上摩鐵 然後到台南去吃牛肉湯 林坤海一概否認 但政壇人士認為 海董被爆料跟拍 可能跟其在高雄市場檔內 初選的支持動向 及土地開發槓上市府 引來不滿勢力反撲 要讓海董漏氣 也就是說因為海董不支持 花媽這個派系 就不支持劉四方 所以他們就故意要這樣子 來讓海董漏氣 而且林坤海近年 跨足土地開發與不動產投資 就在台南高雄等地購買大批土地 陸續吃下高雄地標85大樓的 部分樓層產權 所以你看他在高雄 是有很多房地產的 然後2016年9月的時候 木蘭蒂風災前 林坤洗開20桌辦壽業 綠營鎮要紛紛到高雄 為三立董事長林坤海暖壽 當時花媽高雄市長 陳菊還率了兩位副市長 新聞局長 警察局長 一級局處首長前往駐壽 跟藝人詹雅雯並肩高歌 你看所以他對海董 是非常理喻的 甚至有一些藍營的藝人 當時還有在非議 不過政壇盛傳 海董竟然因為鳳山區 因為土地的開發案 跟花媽團隊有不同意見 加上海董在高雄市市長 民進黨黨內初選的支持動向 與花媽團隊不同 雙方關係漸行漸遠 也就是說 這還是自由時報寫的 這自由時報寫的 他說因為鳳山了一筆土地的關係 還有因為海董支持的是陳其邁 不是劉世芳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他們開始跟陳菊這個團隊 有分裂 跟陳菊這個團隊有分裂之後 你看三立林坤海 海董變成海派 這個是新新聞講的 這不是我們說的 你看 列台生買下一電視後 海董還幫協助一電視上架 然後兩人不僅是電視台彼此合作 一起買房地產 合組三合建築和三合資產管理公司 專門從事房地產相關業務 並於13年以三合資產名義標價 被法拍的高雄85大樓1至37樓 得標金額為45億元 海董過去專搜高雄與台南的 不良資產與重劃區土地 日前還買下台南市的 一座學校用地以發爭議 為什麼要專搜 不良資產與重劃區土地 因為如果你關係夠好的話 到時候再變更 變更一下地幕的話 完全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看 這邊也是 特種工業用地變成駐商 文貿易 什麼意思 你看 現在年代董事長練台生 三立董事長林快海 高雄建商三立開發董事長 鍾家村核主三合資產 2017年標著高鐵左營站旁 原建台水泥廠區約2.2萬坪的 土地債權 原想透過都市計畫 變更為駐商用地獲利 但一拖再拖恐遭撤銷 無法變更地幕 嚴重打擊高鐵週不冤房價 然後三合跟建台之間 應溝通私之交臂 然後2017年2月 當時以超過都市計畫規定 三年內應完成第一期限 完成公共設施用地產權點 交給市府的期限 所有申請展額 而且市府還五次吹 吹辦補交申請文件 人無法補齊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變更文件 如果這個用地 跟他的預期變更成功的話 前佔房價預估達 每平六 七十萬 你看這個利益多麼的龐大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就是 現在因為以前 民進黨人馬都消失了 現在換韓國瑜上來 韓國瑜只要在這個位置一天 這個案子恐怕都沒有辦法過 一定會被卡住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去支持罷免 很簡單 如果罷免成功的話 陳其敗可以上 所以案子可以再繼續進行了 陳其敗上來的話 他們自己人對不對 他挺他了 所以好說話 很多事情就可能好講話 所以有人就開始揣測 是不是因為這樣 現在三立根年代 才會這麼大立的要打罷韓 我們看到 陳菊在高雄執政12年的時間 本來掌握了許許多多資源 刹那之間都沒有了 現在如果想要過韓國瑜這一關 可能也過不了 當然希望就是 民進黨能夠再重返執政 但像引力的做法 我再提一個 他換的位置換的腦袋的狀態 當時WeCare高雄 魏晨其邁在高雄 辦了一個8萬人的遊行 號稱8萬人 當時動用了很多的公務人員 一起出來做這個遊行 這個遊行的用意是反抹黑 然後引力就在背後當這個迎武者 然後做了這樣子的一個遊行 然後他其實最大的用意 就是要反抹黑 那非常可笑的 當時的反抹黑 現在做最多的抹黑的 反而又是民進黨的這群人 我們回頭再去思考看看 就說這個團隊裡面 真的是以引力為主嗎 其實早先我就講過 那個爆炸頭帶著 每個月可能固定有一些時間 然後跟Q版的韓國瑜 都是要來定期做開會的 所以這些編故事的小組 在高雄其實都沒有斷過 然後一路上來 引力他也不過 就是在這中間的一個角色 其實他絕對不是那個 最大的角色 但是這一路上面 過來的狀況是為什麼 我們前面也有提過 就先前講到就是土開公司 韓國瑜要安排人 沒有辦法安排 但是土開公司的這一些 背後所隱藏的開發 到底有多少的利益 到現在我們所知道的 在高雄市 其實還有很多綠營的這一些 輕綠營支持綠營的人士 還有很多的土地開發利益的 事實上一直都還沒有收獲的部分 這些部分到底什麼時候還可以收 事實上看起來應該很急吧 因為罷免的動作 不斷的在這個時間點 明明知道不可而為之 時間點跟我們所規定的政府的 罷免的一年後的情形 其實是現在來說還太早 但是這些被鼓動的人 他們不知道這些人 其實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有很多人 現在是被鼓動的走 所以我在高雄看到的狀況 我也必須要老實說 民進黨的支持者 的確有人在談罷免的事情 但是這些淺藍 淺綠 中間選民 然後跟很多的這些 韓國瑜的支持者 沒有人在談罷免的事情 這是截然一個 同一個在高雄市裡面 不同的兩種狀況 但是是切割得非常明顯的 某一些策動的 就是固定的這一群人 就那一小撮的族群的人 所以為了什麼 我覺得必須要讓大家清楚明白 罷免是一個正在演化的故事 編故事的人 希望這件事能發酵 民進黨現在如火如荼的 想要罷免韓國瑜 不禁讓人懷疑到 現在這時候 是不是把韓國瑜罷免之後 主要目的要拱成其賣回來 但是重點是在於什麼 他們為什麼那麼急 急著是要保護哪些利益 所謂說 我之前常常在說兩句話 大家以前都聽不懂 現在都認同 我都說一句說 黑社會沒有恐怖 恐怖是社會 黑 菜堂吃菜 菜腳四 火香 菜火 火腳毛 你看 柏柯特區 什麼人借頂出來 你自己借頂出來 你這時候要去申請來做政庭多重 當初的局局跟文化局長 他們一定是對的 這個地方要還給他一個寧靜 給他一個專業 他自己忘了 他自己忘了 對 現在忘了 他現在申請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不可以 不可以 這政庭中有一個英國主婦 我感覺說 不要換了位置 換腦袋 台灣人也緊緊在看 我剛才還說給李娜聽 我兩年前登上小巨蛋去唱我的歌 鄭金一的母親節的演唱會 特別嘉賓是他邀請我 我人生夫婦何求 我真的登上小巨蛋 我這麼多人在看這麼多人 所以我覺得我夠了 所以政治對我來講 我已經非常冷漠 聽到基杉在裡面 來替大家講話 我就很快樂 我不是因為在探報告費 我每個月捐出去做公益的 錢 你們的通告費不夠給我管 不夠給我管 我這兩年多來 我捐了差不多700萬 700萬 你沒有聽錯 都是做公益 你沒有聽錯 但你這麼講話 那高雄的這些人 究竟在保護誰的利益 很清楚 把你韓國語無話死 無話倒 讓你無時間去處理公益 過期那些五十十的 就不會牽出來 那麵皮也沒拿出來 講一講的 你如果知道塵蠻有多少 對 麵皮也要咀咀咀一次 你沒有咀咀 上面生的家照你就不知道 所以你韓國語到現在 他除了施政困擾著他 初選困擾著他 施政困擾著他 他還有時間去挖一些 以前的三千多億怎麼欠的 只要給高雄伺人 有一個明白 不一定是弊案 但是我們要引以借鏡 就是說黑白開 我們以後這就不要黑白開 什麼錢開去那補一下 請一個淡水刀 補一聲而已 我們不能再做 就是好的學習 也會改進 不一定說以前就有弊案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在怕什麼 為什麼就要這樣干擾 做幾個月而已就要罵便 做幾個月而已 這樣做到嗎 其實這做幾個月的高雄伺人 這樣是最親密 但惠玲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這爆炸頭在背後主導的 這樣一個罷免的活動 其實是議題兩面的 因為最主要這表面上 是一個政治的動作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可以凝聚綠營 對於韓國瑜的仇視 是 我覺得除非高雄市民 有受虐狂 覺得民進黨以前虐待他們 無視他們 覺得這樣很開心可以繼續 那就可以參加罷免 請大家參加罷免 如果你喜歡繼續被民進黨無視 如果你喜歡你家在淹水的時候 有一個人坐著戰車 雲架裝甲車高高在上的 對著你們微笑揮手 請罷免韓國 真的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韓國瑜努力成這樣 都要被罷免 那世界沒有天理 沒有因果 有什麼因果 遲來的正義從來不是正義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高雄人對於這個 主要幹到160萬平方公尺的 柏油加厚 還有錄影存證 國際規格的86條道路 然後重鋪135條 這些韓國瑜為高雄賣心 就是勞心勞力 付出所有做牛做馬做的事情 大家沒有感覺 然後還要繼續跟著網路起哄 跟著地下電台洗腦 反正韓國瑜做再多次 都要繼續黑他 大家繼續跟著地下電台的 結果是什麼 就是台灣的政治 永遠沒有辦法親民 台灣永遠被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些媒體 這些媒體後面NCC 怎麼不去檢視 當今天他們不斷在吹捧綠營 他換什麼東西 他就是換我去買了這些 原本不是住商用地的地 原本是教育用地 學校用地的地 我可以讓他變更以後 我的財產就哗啦哗啦 像八五高樓一樣 不斷的疊起來 不斷的增加 這個就是今天 台灣的政商環境 已經惡劣到如此 在昨天第三次的 國政願景發表會 五個候選人都講出了 對於經濟方面的一些發展 但是有一個人講的內容 你仔細聽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都講你們國民 你們國民黨 立剛很奇怪 郭董是走錯棚嗎 他又參加民運黨的 結果跑錯 跑到國民黨這邊來 不知道為什麼 從頭到尾一直在講 你們國民黨 那到底哪一黨 首先我要跟我們 吳主席這個報告一下 我這三檔這個辯論 大家說明會 我覺得以後我們 這是個總統的國政發表會 可是好像問的問題都是 部長級或縣市長級的問題 所以下一次的建議 因為最後一場我不要 因為你們都說不能改 我提的建議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每一個接受 我只能接受 就是說很委屈我 所以鬧了半天 郭董根本不是國民黨員 所以他跑來選國民黨的這個 所以這個滿奇怪的 那是超花又花4500萬 取得黨員證才可以選 是這樣的意思嗎 郭董又這麼瞧不起國民黨 可是他又很喜歡吃國民黨豆腐 最近很多人 接到這樣一張文宣 這個是為什麼會裂開 因為有人很生氣 看他就把它撕掉 上面寫看 中國國民黨 然後下面是郭台銘的敗票信 你看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國民黨黨部發的嗎 代表國民黨黨部支持 是這樣的意思嗎 有可能 我跟你講錯 正式的國民黨中央黨部 專用信簽是這樣 長這個樣 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不是只有寫中國國民黨 但是問題是 一般人分得出來嗎 好像很多人分不出來對不對 實際上據說郭董去買了 一塊錢買一個人的名條 就所有的黨員每一個 都寄給你一份 所以就買了80萬張名條 光是這個名條就花80萬 信封這些印刷更貴 所以有錢好辦事 這個宣傳花不少錢 是 就這樣去搞了 但是我必須說 國民黨中央黨部 好像也覺得他要這樣印 就這樣印 我也不在乎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代表是你 國民黨中央黨部 真的默許他這樣的行為 你就支持他嗎 可是老實講 如果不是中央黨部 給你的授權 那你這樣子印這個 就讓我們想到了什麼你知道 大家有沒有吃過這家OFC 有沒有吃過KFD 有沒有吃過肯德香 有沒有吃過肯德鴨 有沒有吃過 怎麼好像都很雷頭 對 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個 中國國民黨 是不是也有點類似這種效應 所以大家這三 四家店都在模仿某一家店 所以我覺得 也就是說這邊也是用模仿的 對 郭董拜託 台灣已經過了三寨年代很久了 現在版權是很重要 所以至少你要用這樣的信封 你是不是要先問一下 黨部是不是要這樣給你用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一些忠誠的老黨員 他如果看到的時候 他刹那之間打開以外 真的黨裡面要我投這個人 搞不好一些老伯伯想說 黨部既然這樣要求 我就喊累投票 搞不好就這樣 也許這就是郭董要的效果 也不一定 當然郭董內心在想什麼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是問題來了 郭董一直覺得我 拜託我生意成功的是 我台灣首富 經濟的問題對我來講 根本小兒科 考不倒我的 可是問題來了 經濟這種東西考不倒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看稿看得這麼頻繁啊 主席 各位優秀的候選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郭台銘 今天是最後一場的政見發表會 我要強調奉獻的機會 相信郭台銘會帶領大家 再創台灣經濟奇蹟 相信郭台銘 台灣一定贏 謝謝大家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憑什麼當大哥 把話題扯到條子身上 你XX我厲害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撞球場的小太妹怎麼死的 他找人陷害我 你還敢惡人先告裝 跳伯他們兄弟不合 不如說你大哥陷害你 你大哥欺負你 他玩你的女人出賣同盟 是人都知道 你大哥玩你的女人出賣同盟 是人都知道 你看郭董第一場在高雄場的時候 有網友幫他統計過 看了246次稿 平均有2.74秒看過一次 然後到了7月3號這一場講經濟 那郭董應該拿手 當然 他是個可是成功的商人 果然非常拿手 因為看稿的速度更快 看了285次 你知道 每2.52秒看一次 等一下 為什麼變成看更多 那不就像剛剛那個 我們對照的那個影片一樣 是不是這些全部都是小編寫 根本不是你寫的 所以你只好一直看 如果你自己寫的 你幹嘛看那麼頻繁 這不都你自己寫的東西嗎 自己寫的話就基本上來說 就直接講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郭董你的程度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怪怪的 然後你看 郭董還一直在嗆國民黨 我本來想開放辯論會 國民黨不願意開放辯論 要辯論經濟的議題你想想看 要辯論我根本不要看稿 所以這個不是郭台銘 這個就是被蜆蜜人附身的 這個不是真的郭台銘 這個看稿到底是誰 然後他還嗆說 你問的題目太幼稚 這不是總統級的問題 都是部長級的題目 就好像小學三年級 出老師的題目 他一直說國民黨 只有小學三年級 你出題目來考我這個老師 我是覺得說 我國民黨再學習 我希望國民黨要改進 我覺得真的是 你嗆人嗆得這麼厲害 可是問題是你的經濟議題 第一個看起來好像 你不是那麼熟悉 第二個我跟你講 你在經濟議題上 不斷的被朱立倫市長 打你的臉 這個讓我們覺得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一年大概有18萬個新生兒 台灣的小孩一年是生20萬 不是18萬 我們去查一下 國家公佈的去年新生兒 是18萬一千多 就是20萬 那可能有兩桌 兩三萬是沒有報戶口的 去年的生肖的確是18萬多 前兩年都是21萬多 零到六歲的孩子 國家幫忙養 籌作的財源不夠 那時候我也會用我自己的財產 先拿來電資 就算三斤家財 也是債所不息 那以你的身家 大概只能負責一年左右 剛才郭台銘董事長 跟朱立倫市長 互相指責對方不足的地方 我個人完全都同意 我也會用我自己的財產 先拿來電資 就算三斤家財 也是債所不息 開空樓支票誰不會 把年輕人騙到手再說 所以這是不是又是 把年輕人的票先騙到手再說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朱立倫直接批 國家養根本就是社會主義 國台銘說 林智六歲孩子國家幫忙養 台灣一年有18萬個新生代 六年108萬個 一個孩子一個月補助1萬5 他現在這次只是補助1萬5 他現在是幫忙養 不是幫你養 其實差別了 已經退回去 排富後大概1800億 扣除木齊人政院 已經補貼了600億 一年還需要1200億 這1200億怎麼來 特種積極提升 投資報酬率4%增加700億 結果郭董真的是用喊的 隨便要4%你就可以獲利4% 這麼簡單 你鴻海怎麼不獲利4% 來看看 鴻海到現在還沒到200 是 富人稅提撥500億 就可以擁有1200億的新增財源 這好像跟菜市場賣菜一樣 隨便喊一喊你就來了 鑽魚人怎麼嗆 他說財富是買不到20年的經驗 郭董你不要生氣 我講說你國家養 其實把它說清楚 台灣的小孩一年生20萬 不是18萬 林智六歲加起來是121萬多 你連數字基本計算都有問題 結果這個時候 郭董在台下麥沒有開 他還在那邊喊 我沒有生氣 可是我怎麼看你樣子 都滿像生氣了 可能我們的認知有問題 然後你知道他為了要去 向朱立倫 他還特別跟幕僚確認 然後上台的時候講 朱市長你真的需要多去了解一下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國家公布的去年新生兒 是18萬1千多 就是20萬可能有 兩至三萬是沒有報戶口的 我是有報戶口的才有補助 沒報戶口的我不管 他的意思就是說 注意的你的數據錯了 我的才是對的 對 國董你錯的對 去年是18萬1千多沒錯 可是你的幕僚 沒有告訴你的事 你說的是零四六歲 所以假設明年你當總統的話 你過去五年的 是不是你都要補助 對 過去五年 我跟你講前一年20萬 21萬還有19萬都有 那一些你是不是 全部都要補助 你不能只看去年而已 所以如果連算數都算不太好 我真的很難相信你的團隊 會是很優良的團隊 但是郭董講話也滿嗆的 他說國家公布這些東西 台灣現在這樣子 有二至三萬 都是沒有報戶口的 意思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台灣的 連戶口都查不清楚 很多人都沒報戶口 怎麼可能 兩萬以上的黑戶 有那麼多黑戶 對 你是覺得我們的 護身機關人員辦事不利 哪有時候護身機關都在混嗎 對 郭董一上台 要把護身機關全部打掉重來嗎 打掉重練嗎 所以他說應該要修法抽富人稅 雖然富人定義還要再討論 但是有錢人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就像我 我一週才花不到2萬塊錢 意思好省 一週 對啊 一週 一週花不到2萬 郭董拜託 一週花不到2萬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一個月差不多花個不到8萬 你要知道大部分的年輕人 雙薪加起來都沒8萬 人家根本連賺的錢都不到8萬 你說你一週花 一個月花不到8萬 你一週 你是不是知道很多年輕人 月薪不到3萬 那你郭董 你是看不起這些人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比較會賺錢 而且誰知道 你一週說花不到2萬 我請教一下 你房子的管理費 你有沒有算進去 他的房子管理費不得了 你那個房子管理費 我看一個月都不只2萬了 對不對 而且你也不只一棟房子 你光是每個月你房 你的管理費 你到底要付多少錢 有的管理費貴到那樣 像豪宅地保的那樣 都是4萬以上 你吃一餐花多少錢 搞不好你一口牛肉 都不只2萬 這個都很難講 所以我覺得郭董 這樣去告訴人家說 你很省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人民要看的 還是你真正的能力所在 惠文 我們看到在昨天的 國政院警發表會當中 郭台銘講的那個 新生兒的數據 結果朱立倫是財經 學財經的專家 他那時候就打臉了這個數據 結果這數據當中 郭台銘說 我的數據就是沒有錯 他甚至還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數字不是我講的18萬多 而是20萬 那可能就有2到3萬的黑戶口 有沒有搞錯 在我們台灣居然有黑戶口出現 而且郭台銘甚至還在說 你們昨天問我那種問題 都只是部長跟市長等級的問題 看起來現在這個時候 好像還真的很委屈郭台銘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國民黨準備的題目 這是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的題目 這題目總共有12個 每一場四個題目 現場抽兩個 也就是說這個比較像 我們考試的那個 我已經告訴你說我的題目 連題目的內容都有 這12個題目 有9題在罵民進黨 所以國民黨的初選非常的糟糕 這個是總統層級的題目 還是縣市長 部長的層級 很明顯這個是總統層級的 所以郭台銘連這個邏輯都沒有 他以為你怎麼問我這個 這個也就是我為什麼之前 之前認為韓國瑜應該去選總統 這些很多東西在高雄市是做不到的 不是高雄市長做不到 台北市長也做不到 沒有一個縣市長 這些都一定是總統層級的 所以郭台銘是搞錯的 熊卿不要中計一個巴掌拍不響 朱總統郭格奎他們已經 之前就已經互相虧過了 然後郭總統朱格奎 所以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這兩個見過大場面的人 不會那個什麼 什麼18萬 20萬在那邊打水口 那條工的 他是要保持郭台銘這個議題的 這個溫度 鄉親 我們可以訴訟 如果國民黨2020重返執政 是不是害了國民黨 我這個講的當然比較有點 邏輯上的跳躍 請大家再想一想 如果你讓國民黨2020重返執政 是不是害了國民黨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所以我講這很實在 國民黨2014跟2016是 並敗如山島 2014是第一次的九合一大選 柯文哲當選 擊敗連勝文那一次 2016是蔡英文贏 朱立倫300萬票那一次 國民黨輸得黑黑黑 國民黨是完全執政 他2008跟2012都是完全執政 輸得這麼差 我請問國民黨的敗選檢討會 有沒有開 當然沒有開 國民黨沒有開 我就輸到原材 原材的時候 蔡總統的民調回升是撿到槍 國民黨2018甚至撿到韓流 國民黨是怎麼贏 國民黨就是撿到韓流然後就贏 就這麼簡單 我請問大家 國民黨的政治權貴 有珍惜韓流嗎 國民黨的政治權貴 有肯定韓流嗎 你看韓流在友台 是怎麼被罵的 怎麼被修理的 友台名嘴說 陳徽文講他是韓粉的粉 我覺得很噁心 然後網友截圖跟我講 你覺得我噁心 我是長得噁心而已 可是我人是好人 你有珍惜他 你有肯定 沒有 你們這些政治權貴 你們根本就看不起韓流 你們不肯定他 你像郭台銘他講 這個前天他講 怎麼都沒有立委挺你 他們怕被哪一家軍攻擊不敢公開 我要保護支持他的很多立委 哪一家軍 你連這個都不敢說 你修理說真正 就今天立刻保去來 這張是拿得不好 他今天到國民黨立委 你不是說怕被哪一家軍攻擊嗎 韓粉水準有那麼差嗎 今天去舔鍋的這些立委 如果是真的韓粉 就要聽韓市長的話 不要去洗他們的板 今天跟郭台銘那邊哩哩喇喇的 大概有20個國民黨的立委 去了一半以上 國民黨現在只有33還是32個 起一半以上 沒關係 三分之二的都過去 你要去舔鍋就去舔肉 那是他的主任 我們不要去洗板 不要去罵他 就像之前盧秀燕 他不參加台中那一場 韓市長也說大家不要去批評 就是互相尊重 所以哪一家軍 很明顯就是韓柳 所以他沒有珍惜也沒有肯定 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是不是會害了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如果再沒有檢討 跟改革情況下 我在野四年 然後因為民進黨做得很爛 然後韓國瑜的魅力 韓粉的幫忙 然後我就重新回來執政了 那我跟你講 李剛兄我在你節目 我要公開講 我跟你講國民黨四年之後 一定有把政權叫出來 你說四年又把它拜光了 你來行的 一定是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阿南蘇不知道 現在那些蘇衛團隊 都圍繞在郭台銘旁邊 就是馬英九政府那些 敗軍之將都圍在郭台銘旁邊 你說那群馬猶猶鋼鐵軍團 2018勝選的人 現在都在韓國瑜旁邊 我們搶搶滾 文三八 對啊 好 這很多人 大家都在2018贏的人 是在韓國瑜旁邊 2016輸的人是在郭台銘旁邊 那是要選什麼 你當然是要去 Copy 2018贏的那個模式 2018贏的策略 你怎麼要給他站 所以我結論很簡單 鄉親我非常感謝 感謝過黨的參選 為什麼我感謝他的參選 正面目 你看 有這麼多人 看不起韓國瑜跟韓流 在郭台銘參選之前 他都在假 韓國瑜做得好 韓國瑜好棒棒 可是郭台銘一參選之後 就轉彎了 就跑 就開始罵韓國瑜 就開始罵韓流 所以我是感謝郭台銘的 他也有正面的貢獻 雖然他花很多錢 他這樣傳散掉 現在沒有離開的 現在堅定支持的 才是真正的 支持韓國瑜的韓本 你因為郭台銘參選 就轉彎了 好像怪怪 或者被郭台銘的那個迷惑 說0到6歲 小朋友會幫我養 會假的 你這樣說 我這樣很辛苦 我各台跑 只要討論這個議題 我都自己跳過 我都不談 因為不重要 對 你就知道我的邏輯 我不會跳進去談 我如果跳進來 郭台銘轉天使 你多厲害 他這個框架 我就跳進去了 因為不重要 過台銘的參選 他給韓國瑜跟韓流 原來在國民黨的敵人這麼多 所以立江兄 我的想法大家參考 因為我說的不一定健康 現在的韓國瑜 跟現在的韓流 有沒有可能改變國民黨 觀眾朋友我講句話 我認為不太可能了 你看這是 李江兄 這是這麼大的反撲 鋪天蓋地的 銀彈的攻擊 各種媒體節目的這樣的 那勝來勝去 我真的是比較悲觀的認為說 現在的韓國瑜跟韓流 已經沒有可能改變國民黨了 而是被國民黨壓著打 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下個禮拜的民調 有沒有可能大逆轉 我持保留的態度 不是不可能 我們看到昨天的 這國政願景發表會 照理說應該是郭台銘的主席 但是我們卻注意到一件事情 第一個 他看稿的次數反而比 之前的第一次的時候 還要更為頻繁 而且看著看著稿子裡面 居然還有數字給講錯掉了 朱立倫他可是本身是個 財經的專家 他把數字裡面 叫做講得很清楚 結果他還說 郭董你不要生氣 他直接這樣子講在這上面 可是郭台銘馬上就回覆說 我沒有生氣 但是當然是那個麥克風沒開 所以很多人沒聽到他講說 我沒生氣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郭台銘現在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因為現在 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 他越來越沉不住氣 看得出來 一般人都看得出來 他看稿的次數 我們不要要求太高 真的 他不是政治人 他是經濟 搞經濟的 所以說他要一直看過 一直看過 這個是屬正常的 他有才能站在那裡 這個颱風 我覺得還滿穩健的 除了說一直看稿 一直低頭以外 他的颱風也算穩健 他會生氣 我覺得不是沒有原因 一般人都可以了解為什麼 他說你們國民黨 很委屈我 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 他是參加國民黨的 他不要忘了 是國民黨給他獎狀 他才可以 榮譽狀 榮譽狀 他才可以參加 自身黨員 對啊 你不要忘記 你是鄉教的 你真的鄉教的 他也是國民黨也有憲力 也有憲力認證 這也算憲人證 他說0到6歲 注意聽 他不是國家養 不是太陽 不夠不是要開 他怎麼散盡家財 他說 我先電資 我先電資 所以國家還是要還他 國家還是要還他 國家賺了錢要還給郭台銘 這樣怎麼會散盡家財 你不就說 不夠的都開我 這樣 不用喊 拚不喊 這樣不才會散盡家財 國家的 還喊你 不知道全台灣人都欠你 所以他會生氣 不是沒有原因 我跟你說 郭董是很欠的人 他說過一塊錢 兩萬塊的收費而已 一個月才花兩萬塊的收費 他除了投資以外 和獲利 他比較給你花什麼錢 香港這十兩塊 你不知道要花多少 收費的公車公告 一條錢開來 又夭壽嚇死人 一次花這麼多錢 做收費要花幾檔你知道嗎 電視台的公國公司的 包括 嚇船單 嚇中國 國民黨 現在油脂不上 幾塊 印刷還要錢 還掛上 嚇死人幾百 幾萬分 幾十萬分 八十萬分 八十萬分 一分算五塊就好 十塊 十塊 花那麼多你看 然後印刷 印刷還有信 沒有信封 對 對 所以說 這段時間 你知道網路行銷 網路廣告不用花錢 要花錢 對不對 你去刷家那裡 都不用費 要花錢 對 刷家那裡 跟館長應該也要 開錢 還讓他鮮鹽鮮魚 我看得很精彩 所以這段時間 你花太多錢 但是錢 我想他不敢 他不敢開錢 就不會算 他最辛苦 好 他是告訴你 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 其實他是賣那幾個權貴 那幾個人 他出來 那幾個人 因為拱了他出來 你們這群人 不好意思說你們這群人 他說你們國民黨 你選國民黨 你不參加簽署公約 公約是什麼 共同的約定 對 共同的約定 簡稱公約 你不參加共同約定 你不照遊戲規則 你如果輸怎麼辦 你照你說不簽你就不可以儲算 國民黨也是會儲算 用 中國國民黨這個螢幕粉絲 國民黨也沒人出來講話 所以對他真的很理喻 很待遇 但是我覺得他身冠最辛苦 是嗎 這個人他出來權貴 把他拱出來洗洗 怎麼放掉 他已經淘汰了 不洗也不行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再繼續觀察 如果他初選不過的話 下一個會怎麼做 又是一個大變數 我感覺他沒過 臨為欲稅也不為瓦泉 我覺得民主流血不掉 全世界他怎麼算領袖子 全世界國家的總統對決 不是都成雄到底 所以他昨天講的話 我覺得是 發自內心的一種 怨嘆 萬嘆 感覺說你們國民黨很現實 你們這群人很難做會 你們你們怎麼 你們 你不懂你嚇一張皮 用中國國民黨 你還不認國民黨 認國民黨 所以那張皮疙瘩 疙瘩 疙瘩 我們注意到現在這個時候 郭董他昨天的表現 當然自有評斷 可是我們看到郭董的 講到裡面的內容 他有提到說 你們出的這個題目 不是總統等級的問題 像是部長級的題目 就像小學三年級出老師的題目 我覺得國民黨要學習 我也希望國民黨要改進 他都講到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 郭董他不是明明是 國民黨的黨員嗎 難不成國民黨現在 已經被郭董給併購下來 所以國民黨裡面的人 都得聽他的 我們現在講到郭董 他有四大症狀出來 第一大症狀是焦慮 他所謂的焦慮 因為他拿不到藍營過半數的選票 就是國民黨自己黨內 跟他大數據所分析的結果 他拿不到藍營過半的選票 這個是產生的焦慮 第二個 他很生氣 他氣的那是什麼 我郭董出來 怎麼沒有捲起一陣一陣颱風 不是舞台上的風度 我講是氣候的颱風 就是說我這個氣旋 為什麼升不上來 氣旋升不上來 就是你國民黨搞的 第三個就是郭董的霸氣 他不是提出霸點嗎 他的霸氣 他的霸氣 他顯示出了一個 只有我能夠救國民黨 你國民黨反而是我的累贅 所以他的霸氣真正來講 他是要告訴國民黨 我才有霸氣 你國民黨你算什麼 現在你們所有的費用 都是用我郭董的 第四個 各位通通都沒有想到 叫財氣 郭台銘他曾經講過 曾經 那個是過去很久以前 他說你看 國民黨所有總統候選人 用的都是國民黨的錢 沒有用自己的一毛錢 換句話說從連戰 從宋楚 連戰到馬英九 甚至於吳敦義等 這些黨主席 如果你們真的要出來選 你們都不花自己的錢 都花國民黨的錢 你把國民黨搞成這樣子 只有我郭台銘 是不花你國民黨的錢 我們看到這個信遷 你可以看到這一張寄到了一個 忠貞的黨員的家裡面去的時候 看到了你剎那之間會覺得 國民黨寫了東西過來了 國民黨要我這個幾十年的 忠貞的黨員 要支持某個人而出現了 本來我可能心裡面 是支持韓國瑜的 但是卻因為 我看到了國民黨這個信遷 所以我就要支持了國台銘了 這樣子的話會不會很多的這些 四五十年以上的這些老黨員 就因為這一封信這一封宣傳單 而被詐騙了 這算不算是一個政治詐騙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講 我必須要說是 因為你看他的格式 他等於是代表中國國民黨 就是說很多老黨員 可能不會了解說 到底國民黨的這個黨籤 是用這樣子的格式 還是用右邊那個正版的格式 我要這樣講 就是說在這個鋪天蓋地的 很多的這個黑韓的媒體的 可能他們希望幫助郭台銘出現的情況下 我覺得郭台銘 這個韓市長現在的情況 可能是步步在被 這個郭台銘在後面緊追 假設未來兩個人的民調 只差了1到2% 或者是3到5%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 誤導黨員的一個信函 會不會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也就是說 如果這些國民黨的老黨員 他其實他是沒有在收看中天的 他也不知道這一封信 其實不是黨中央受益的 那我就覺得 當然我希望 因為現在很多的老黨員 其實非常的關心 剛剛輝文對國民黨 對我們國民黨有很多指教 這個我們都虛心的接受 但是我必須講 國民黨裡面還是有非常了解 就是現在的 到底老百姓想要什麼東西 而跟那些可能所謂的高層 或者是以前過去的高層 我們的想法 其實並不是那麼接近的 也許他們是覺得說 或許覺得韓國瑜出來 可能是阻礙了他們的前程 因為他們覺得 這是一個大好的局 因為這個 我們等於說國民黨是撿到 撿到爛掉的菜 撿到爛掉的菜 變成爛掉的菜 撿到葉子爛掉的菜 所以我們這個 這一局大家看起來都是 各個有希望 人人沒把握這樣子 所以這一群人 他又覺得說 我只要趁著這個事 但是我就可以 因為這個蔡政府做得太爛 所以我們就可以趁勢而起 我覺得有這樣的幻想 真的是非常的不切實際 就是說基本上老百姓 對你過去的國民黨 是一個什麼樣的印象 你就說這些街道性的老黨員好了 對於過去國民黨的表現 他們真的是心裡 真的我要跟大家講 他們心裡其實是要誘學 要誘心力學 他們都含著淚去投票的 對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國民黨就很奇怪 他總幻想我要做一個全民政府 我要討好那些沒有投我票的人 結果真正支持國民黨的人 真的是會被氣到吐血 就是很多理念 他其實是跟著民進黨的風向 不停在轉 就是說當你一個黨 沒有一個自己的理念 人家講什麼 你就只敢跟風 你不敢啃一個大氣的時候 我支持你這樣的政黨幹嘛 一個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性 我真的必須講 其實以郭董你的格局 如果你都覺得 這些政見發表會上的 這個問你的題目的格局太low 只是縣市長的 不是一個總統層級的 一個提問的話 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不恰當 你做了以後 如果你真的勝出 我們就講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一個整個的過程 你是君子之爭 還是你是用了很多的手段 甚至也不見得是 那麼正大光明的手段 你就算贏了這場選舉 我要講 難道真的支持韓國瑜的這些人 看到用這樣子的手法 來勝出初選 他們心裡會服嗎 到了最後大選的時候 綠營這些灌票的人 全部歸對了 那麼這些忠貞的國民黨員 對你用這樣的方式 來贏得初選 你覺得他這個票 他投得下去嗎 畢竟我們要做一個政黨 當然過去國民黨做過很多措施 但是你身為一個政黨 你總是要有一個政黨的格調 比如說你就不應該 比如說你的鴻海在大陸發跡 你不應該講說其他人 你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其他人都是在討飯的 只有你是去大陸去創造飯碗的 我覺得這樣講好像不適合 尤其是未來台灣經濟很大一部分 細於兩岸關係的一個 是不是友好的情況下 你這樣講好像就是台灣的碰風 你跟民進黨很多 在黑大陸的口徑 其實很像 我說真的 所以郭董真的是非常 非典型的國民黨候選人 坦白講我今天到了一個 到了另外一個台 還有一位媒體界的前輩 他覺得我們這些挺韓國瑜的人 真的都是被韓給迷惑了 這個都覺得 覺得我們是這個 完全都好像眼睛都瞎了這樣子 就盲目的去挺韓 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 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以前那一種 我們不要講權貴好了 就是那種精英階層的傲慢 我認為國民黨如果還不懂得 在這個時候放下的話 國民黨真的是一個前途黯淡的政黨 糟糕 麗娜 看來你也是被那裡迷惑的 不過每天跟著韓國瑜站在高雄 我們看到韓國瑜這第三場的 國政願景發表會 講的是財經 重點也在是這個 莫忘世上苦人多 重點在於庶民經濟的整個的政策 然後要翻轉平球 南北要平衡 可是韓國瑜現在把這個力量 由南往北的延伸 才能夠擊敗蔡英文 現在用2020之後 反中的這種的操控意識形態 我先講一下這一張 郭台銘的這一張寄出來的 你也收到了 我也收到了 然後我有昨天去拜訪一個 就是也是國民黨員的一個長輩 然後他拿了這張給我看說 國民黨為什麼要幫郭台銘 寄這個東西 他也搞不清楚 長輩真的已經看出來 覺得就刺那間認為 是國民黨要他們支持 然後我看了那個內容 我就說你看這個不是 這是廣告信函 我就跟他講 他看了一下說對 為什麼我們都會知道 不是 這等於是 但是的確有人被誤導到 是 這個做法就只有 在國民黨內 大家很熟練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常常 在以前任何一個選舉 不論是在大大小小的選舉 都會有人用這種手法 這是老國民黨的手段 所以國民黨說 會講就是說 你們國民黨的這種人 如果他用的這些團隊 沒有國民黨色彩 他背後的這些指導的人 如果沒有國民黨色彩 做不出這些東西 他不會做國民黨以前常做的方式 出不出這些東西 表示就是說在郭台銘的背後 其實有一群 另外一群就是國民黨的老手 其實在支持的這件事 才會演變這種的手段 不然的話我講 如果他選的是一個 比較清新的 一個配合的團隊 其實可能也演不出 這樣的戲碼出來 老戲碼 對 這是我看到的狀態 另外就是說 大家在其實 在韓國瑜選上高雄市的市長 其實這歷程大家非常的清楚 有89萬人投給韓國瑜 為什麼 因為他懂得民眾的心聲是什麼 他體會到民眾的感受是什麼 當韓國瑜說出這些話 就如同把民眾的心聲說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他可能會成為庶民總統的原因 因為他能夠體會到 就是說南部人的苦處 所以他所提出來的南北平衡 是多少以前的政治人物所講的 南北不平衡 好 他現在講的南北平衡 我覺得南部人應該要很開心 就是說終於有人把南部的榮譽感 南部的曝光度 南部的經濟發展 當成是一個重點 然後將來當總統的時候 還希望有兩三天 能夠待在高雄去上班 所以像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南部人應該要深深感受到說 終於有一個情形 是這樣子來看待高雄 然後來看到南部的苦 希望能夠把南北做一個平衡 強強官 我們看著這個郭董 他在那邊說到 我一個禮拜花的錢不到2萬塊錢 如果以這樣算的話 2萬乘上這個4個禮拜的話 那等於一個月 就大概花在8萬塊錢 可是我們想想看 郭董住的可是豪宅 一個月管理費 可能都已經3萬到5萬了 郭董有專機 他的專機 可是一起飛落地 加起來這個落地費 可是加起來幾十萬在起跳的 那這樣看起來 郭董說他等於一個月 花不到8萬 豈不是這時候 把我們所有的庶民百姓們 當作這個是搞不清楚狀況 只能是在侮辱我們 我要相信 我要相信 8萬我要相信 可能米金 米金8萬 你說這是北京 可能米金8萬 他這個真的比較嫁 如果他說的這是真的 如果這個人不嫁錢 不嫁錢 你台灣所付 你賺多少錢 你自己就不要犒賞自己 連犒賞自己都不會 你告訴我 你一月一百萬 一禮拜開兩萬 一人沒什麼嫁 憲憲沒什麼嫁 來 你也沒伴的朋友 你不都吃人的 今天我常常滾 說阿爸一個租民 過去都領3千多塊 6萬人金 我現在像節目 有拿一些通告費 我朋友開的也不吃 開了 對不對 你過重你沒有伴的朋友 還是你出門都吃人 對不對 好 說真的 如果是嫁 你一個大企業家 你大債婦 大好養人 修護 修婦 你如果說這種 比較有什麼意義 比較有什麼意義 大家也知道 我會記你 我會記你 不是我會記 早就不知道要帶什麼 流星 流星什麼人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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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到這堂 有這段故事嗎 我忘記了 像外面都有你團 那裡 都不知道什麼人 我等到十秒 他就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 他說官台什麼人 如果嫁一人 就都中對了 就都嫁一人什麼意思 10萬嫁一人比100萬 1萬嫁一人比10萬 所以這人 你現在要選總統 不能標榜這個 國民黨中央 很清楚 要人家死 給人家出來選舉 你下錢 你就想說對人家背 看著現在的國民黨內的 總統的候選人五位 可是有一個人 沒有參加這國民黨的黨內出選 那個人是誰 是王金平 但今天老王 好像有些動作開始出現了 難不成2020 現在這個時候的王紀平 已經開始在運籌帷幄了 其實你看 現在對初選最有信心的是誰 當然手托郭台銘 郭董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99.999會當選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當選 韓國瑜只有0.01%了 所以表示 如果不是郭董出現的話 那肯定都是行星撞地球 大概出現這種情況 問題是除了郭董不擔心之外 其他參選好像都滿擔心的 比如說韓國瑜就說 人家說對初選結果 我以平常心看待 如果出現就扛起責任 如果沒出現也沒辦法 所以不要再謠傳說 什麼他沒有出現的話 就要偷黨參選 這個是謠傳 只是國民黨的初選民調過程 如果無法公平公正公開 讓大家幸福的話 除了大選之外 你立委選舉也會受到影響 後果會大得不得了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恐怕整個黨的士氣的換散掉 我們的王金平院長 他大概早就看出來這個初選 可能有問題 所以他就奇奇怪怪的初選 你可遇見奇奇怪怪的 過程和結果 所以我乾脆不去 可以了吧 我不參加可以吧 我省500萬 然後朱立倫也有意見 他說黨內互比 是最奇怪的做法 民進黨也沒有黨內互比 你國民黨為什麼 一定要黨內互比 他也在覺得這個質疑 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你看這麼多人都有意見 結果我們吳敦義主席 真的是大內高手 非常厲害 他說既然王金平院長 你已經退出這個初選 那好了 我請你來做民調督導 直接請王金平來做民調督導 然後在那邊解釋 我是尊重王金平 不是轉移焦點 是真正針對焦點解決問題 使得民調過程完全排除疑慮 我覺得吳主席真的非常鮮 這個王金平院長 是覺得你的初選就奇奇怪怪 表示這個民調 他都覺得奇奇怪怪 結果你叫他去做民調總督導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嗎 難怪王金平院長說的一點都沒錯 這真的是一個奇奇怪怪的初選 但是王金平院長現在的動向 其實最引人關注 因為大家都在想說 他一直說他1月11號 一定會出現在選舉公報上 所以他到底是要幹嘛 是要偷黨參選 還是有什麼其他方式 他會不會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今天我們大家看到一個 讓人家眼睛一亮的東西 叫金魚有約 金魚有約是什麼 就是王金平院長跟韓國瑜 一起做直播 玩遊戲不談政治 談高雄市 但在地美食 你看 這個我們王金平院長 還做一個很可愛的 下午的時候 這3點半的時候的畫面 據說他們有互相雜派 什麼東西 桌上還放了一堆吃的 吃了一些高雄在地美食 我覺得做這樣的東西也不錯 不要每天都在談政治 其實每天談政治有點煩 然後打一打高雄當地的問題 但看起來這樣的話 那是怎樣 是你看 之前韓國瑜6月17的時候 北上見王金平 後來之後兩個 好像就沒什麼聯絡 現在是怎樣 是算破冰了嗎 還是說王金平表態 要支持韓國瑜了嗎 如果你這樣想 我必須說你就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當然想太多 怎麼說呢 王金平看起來好像 他跟韓國瑜也不錯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王金平院長 他的外號叫什麼 龔道伯 叫龔道伯 另外一個比較少人叫的 外號叫什麼 強王 他從來不會跟人家起衝突 就是世事好 人人好 所以他看起來跟韓國瑜很好 對不對 他跟郭台銘一樣很好 你要知道 他下面的子弟兵 高雄市的副議長陸淑美 直接挺郭台銘 對 上個禮拜的時候 同桌韓國瑜互動降兵點 他說聽到鄉親心聲 不希望韓國瑜選總統 郭隊經濟很熟 應該給他機會 所以他挺郭台銘 然後國民黨的高市議員總召 叫曾俊傑 曾俊傑說如果韓做了總統 輸了高雄還是沒用 所以他不贊成韓國瑜選總統 這個曾俊傑的父親曾長八 跟王靖平也是私聊勝出 對 所以他也算是 他的人馬之一 你看他兩個子弟兵人馬 其實是挺郭的 我跟你講 郭台銘跟王靖平的互動 其實比跟韓國瑜還要多 之前他們就見了三次面 後來兩個私底下來才見面 甚至不是在飯店巧遇 或什麼的東西都出現 然後郭台銘講說 陸淑美選區上千個螺絲廠 年產值上千億的這些企業 都去轉型蓋工業區 從城區到韓國瑜 都沒回憶 只有選我才能解決問題 我不會拚造勢 我會拚做勢 他聽了這句話後 覺得很感動 所以來支持我 所以你們不要想太多 他們不是王靖平叫來的 都是曾俊傑 陸淑美 他們這些人都是因為 你知道要挺我 他們覺得我感動到他們 他們才來了 而且我跟你講 更厲害的就是王靖平 明天他其實是跟韓國瑜 剛剛那個影片 那張圖不是韓國瑜在旁邊 怎麼現在 我跟你講 明天就是關公兄弟好時光 而且直接在 王靖平院長陸竹老家 來直播 陸竹是韓國瑜的高雄本命區 我直接在你的本命區 直接就開始直播給你看 然後你看 今天跟韓國瑜 明天跟郭台銘 所以他兩邊都不得罪 兩邊都需要他 你要知道 王靖平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 對 他也許只有幾%的實力 可能那幾%就是一個關鍵 誰少了他的支持 恐怕都過不了關 所以你看 我跟你講 我個人覺得王靖平院長 可能偏向郭台銘更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看我們都知道郭總 最近不是在下一堆公車廣告 對 沒錯 你看這個公車廣告 關公好兄弟 看到沒有 旁邊這個人 王靖平院長 王靖平 然後郭台銘董事長 看到沒有 所以他都願意跟他一起 再下這種公車廣告 你覺得他到底是支持韓國瑜 還是支持郭台銘 我們的僑王 是真的那麼難猜透嗎 輝瑋 我們看著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現在這個時候 韓國瑜跟朱立倫 他們心裡面覺得 整個初選的機制有點問題 王靖平居然就說 奇奇怪怪的黨內初選 唯一一直剩下誰 郭台銘 郭台銘很有自信說 我是99.99%一定贏的 但是黨內對於郭台銘 也非常理喻 昨天的國政願警發表會 郭台銘的車直接下到停車場 避掉了這些記者的賭麥 另外還有說到這個轉播權事態 中天跟非凡 看起來現在國民黨的這些動作 還真怪 李洋兄 你知道我很計較的 99.999 你少了一個9 我還少一個9 為什麼這一場是 兩個台一起轉播 就是郭台銘 不 前面兩場都是一個台在轉播 對 沒錯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 國台辦操控的中間電視台 這就是我們 你現在看這台就是這台 這不是我講 這是果凍講的 是國台辦操控的中間電視台 所以有錢真好 有錢就是任性 鄉親 我告訴大家說明這個民調 那選辦法規定 投票前十天不可公布民調 投票 投票 投票前十天不可公布民調 黨內初選是不適用的 所以觀眾朋友 你今天一定要把我講這一段記住 因為這東西很重要 黨內初選是不適用 也就是說 在黨內初選期間 是可以公布民調的 OK 黨內初選期間 是可以公布民調 投票前十天不行 真正的大選前十天不行 可是黨內初選 是可以公布民調 我舉實際例子給你看 民進黨的初選民調 是6月10號到6月14 然後蘋果日報 6月12的頭版選 蔡英文大逆轉 這個導播不要怕 這個是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 來 你看 他做這麼大 蔡英文大逆轉 笑了 大逆轉當然笑了 然後賴清德這樣 這個數字 因為立剛兄我時間關係 我直接把這個 我待會兒直接告訴他答案 他有列出來 蔡英文 這個是在民進黨 進行黨內初選民調的第三 進行事當中的時候 就這樣子報紙登出來了 登出來 立剛兄你也知道 我們媒體的處理 從早上讀報開始 蔡英文大逆轉 蔡英文大逆轉 所有的新聞就會一直報導 網路電子報 電視台 我們廣播電台 蔡英文當然 這樣子的情形是什麼 我解釋給大家聽 6月10號他這樣寫 大逆轉 然後這個是在6月10號 剛剛立剛兄講的 是在初選民調的期間 他是做這樣的民調出來 然後其實從2月20號 4月16 5月14 5月21 5月29 6月5月14 他是做滾動式的民調 他花了很多錢 撒卡都是跟第一名比 當時的第一名都是韓國瑜 這幾個時間裡 第一名都是韓國瑜 我直接跟大家講答案 因為這個我也不能亂講 其實蔡根黛是各有輸贏 因為第一名都是韓國瑜 你撒卡都你這樣比的情況之下 他們只好去跟韓國瑜比 我輸韓國瑜多少 你輸韓國瑜多少 其實是各有輸贏 我講這個實在話是這樣子 你下大逆轉的這個標題 是真的嗎 其實不到大逆轉的程度 因為如果我們互有輸贏 這次你贏了 那怎麼叫大逆轉 不算 應該是說我一直輸 我突然贏了那個還在大逆轉 對不對 所以一樣 我跟你講 我負責的講 你下這樣的標題 某個程度是助攻蔡總統 賴清德輸的是冤 觀眾朋友 你想 賴清德輸掉初選的時候 所有的民調專家 包括陳水扁 都替賴清德喊冤 包括韓國瑜 郭台銘 朱立倫 每個都幫賴清德喊冤 因為賴清德被做掉了 這是公認的 我們回來看國民黨出現民調 是7月8號下個禮拜 到7月14這個時段 蘋果日報在7月10號 會公布民調 我現在就先跟你預告 他7月10號 因為他每個禮拜都會公布 下個禮拜三 所以他一樣照樣公布 沒錯 你意思說又會出現大逆轉字樣嗎 你已經猜到我要講什麼 他會不會寫郭台銘大逆轉 會不會 你看他昨天的 這是昨天的 這個也可以 他寫 郭台銘只輸韓國瑜三個百分點 三個百分點在我們民調裡面 是等於沒有輸贏 物差範圍內 對 沒錯 所以如果我這個禮拜是輸3% 我下個禮拜可不可以寫大逆轉 下禮拜會不會變成郭台銘大逆轉 當然標題要變藍色的 郭台銘大逆轉 會不會 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對 所以我這樣說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某個程度的原因 他還是助攻郭台銘 他等於是Copy他助攻蔡英文的模式 從一大早 郭台銘大逆轉 韓國瑜輸了 郭台銘大逆轉 因為蘋果日報 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報 當他這樣一直洗 一直洗的時候 喊了兩天 一切都不一樣了 有些牆頭草 風吹兩面倒 有些騎牆派說 貴黨要贏 我們支持韓國瑜幹嘛 接到電話我就給郭台銘 會不會有這樣的人 有 而且某個程度而言還滿多的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國民黨的這個籌算的全民調 他沒有排欄也沒有排綠 他叫做全民調 就是沒有排欄沒有 所以才叫全民調 所以綠營的支持者 有可能會接到電話 因為我沒有排欄也排綠 接到電話怎麼回答 我們用5月20號 聯合報的民調告訴你 最希望誰參選 23%王金平 22%郭台銘 20%朱立倫 只有8%希望韓國瑜參選 所以我不是民調交戰所得 我是告訴大家 綠的朋友他如果接到民調電話 他會修理韓國瑜 因為他們最怕韓國瑜出來選 他們會去幫助果凍 王院長已經退出出選 他一定幫助果凍或是朱立倫 他一定是修理韓國瑜 如果你是綠的支持者 因為綠的支持者 在歷年民進黨的初選 已經被訓練好了 2012蔡媽媽 他們訓練 我要怎麼回答 我要昧著良心回答 我支持郭台銘 你看很多民進黨支持者 會做這樣的選擇 哥們你看這個 這個不是三角形 你用三角形看就錯了 我換下一張 現在是這樣子 是有郭跟黑韓的聯軍 在修理韓國瑜 你覺得這樣打得不行 這樣打得好也不完全 對 所以現在挺韓國瑜的朋友 是摳診 因為有郭 這是國民黨的一些 藍色的權貴 還有黑韓 這是民進黨跟綠色媒體 我黑韓 黑韓最近收視率都很好 看得快吐血 他們是加起來在打這邊 這樣一個要打兩個 而且這個數字是 一爆抵多爆 一抬抗多抬 苦戰 所以李光雄我的結論 比較跳躍 如果下個禮拜的民調出來 我說國民黨的民調出來 作戰結果是郭台銘贏的話 我沒力氣 但是我不意外 我不會意外 但惠玲 我們看著今天的下午 你可以看到王金平跟這個 韓國瑜在網路上面做直播了 但是上一回的時候 韓國瑜到了台北 到了立法院 結果碰到了王金平的軟釘子 但這一回 王金平怎麼突然之間和諧起來 可是和諧當中的這個直播 許多的看的這些網友們 他們卻說 這是一場脆冷的直播 可是王金平跟韓國瑜之間的心結 真的解了嗎 其實我是覺得 可能還有一點沒有解開 還是沒有解開 因為畢竟王院長之前曾經說 你就讓我選一屆 你下一屆再出來選 韓市長顯然是沒有買單 沒有說要等到下一屆再出來選 所以我想王市長可能會覺得 三三肇事的時候 高雄我幫了你不少忙 可是政治也不是這樣交棒他 對 也不能做這樣的交換 其實我們知道 郭跟王的交情是不錯的 除了同樣都是拜關公以外 我們知道在太陽花的時候 記得嗎 郭台銘曾經出現在立法院的 跟王金平共同的 要讓太陽花事件落幕 所以他們其實 對 他們其實一直是有交情 當然現在第一名 就比較夠人玩 就是說大家都會把你當成一個 一個目標在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看到一個 其實我可能比輝文 稍微樂觀一點點 剛才輝文講到說 蘋果日報會不會在這個10號的 還在進行民調當中 就出現了一個郭台銘大逆轉 我跟大家講 百分之八 九十的機會 他是會出現的 可是你說會不會有原本挺韓的 看著這個勢頭上好像 你看郭台銘都大逆轉 我們就不要支持韓國瑜 我跟大家講 以韓粉的屬性來講 不會這樣 韓粉不太是強頌 所以韓粉不會無力開 但是韓粉會怎麼樣 韓粉會覺得說都大逆轉 我好灰心 我還要不要接受這個電話民調 我相信會有這樣 就覺得說很灰心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很多韓粉的心態 就是覺得他們很憂慮 國民黨這場初選 到底是不是透明 公開 公正 坊間已經有非常多的傳言 說國民黨會初選的時候 可能會仿照民進黨的方式 就仿照民進黨把賴清德 做掉的方式 也把韓國瑜做掉 因為他們的推論是覺得說 有非常多以前國民黨的當朝的 就是比較精英階級的人 跟我們是不太一樣的 精英階級的人就覺得 如果韓國瑜出來以後 他們可能原來的位置會不保 所以基於這樣的原因 他們可能不太希望 以庶民潮流起家的韓國瑜 最後能代表國民黨參選 但是我是這樣覺得 因為我剛剛才看到 我剛剛看到郭董的一個聲明 我覺得還滿高興的 因為為什麼 他說如果若初選若敗 是否脫黨參選到底 郭台銘說 我會站在讓國民黨 打贏這場選戰的立場 這個問題我想都沒想過 我們姑且到現在 我們就相信 因為這是今天最新的一個報導 所以我們就相信郭董的話 他不會脫黨參選 如果郭董沒有脫黨參選的話 也就沒有跟王院長合眾連橫 在黨外另造一股風波 我相信國民黨中央 你既然已經破格 讓郭台銘出來選 就是等於說 辦了一個榮譽狀以後 讓他有參選資格 我覺得你的初選的民調 如果還不能做到 一個公平 公正 公開 透明 取信於大眾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中央 可能是會被包圍的 所以我想黨中央應該也不會 不會做這麼愚蠢 今天其實很多人看到 他跟韓國瑜兩個 在直播都很高興 可能是新節節開樂 他怎麼會跟他同框 而且對高雄的人文地理環境 在那裡做遊戲 我想很多韓粉 包括國民黨的直播都覺得很高興 結果事後才知道 原來不可以 還有個國台銘 這個好… 人人好 人人好… 就是全都不得罪 他對他大家都會交代 所以說是公主兵 不是怎麼叫公主兵 你們救我都去 大家都好 都不得罪 對 都不得罪 所以說未來不關什麼人出現 還是需要他鼎力的相助 他去政策一些電影的派對 至於說郭泰銘 郭董 他說 剛才慧玲說 他沒有去考慮那個問題 他怎麼會考慮那個問題 因為他很自信說 99.999%他會過 所以他當然不用去考慮 那個0.0001% 那事情 對不對 算數很好 其實 國民黨真的要韓國一選 就不會開放門戶 給郭董參加了 就這麼簡單 我早就說過了 民調我沒有信 跟我說是 我就沒有相信民調 小英總統贏賴清德賴院長 你看賴院長是贏多少 是 贏到小英有10個勝出沒打擊 國民黨的包含柯文哲 都輸小英一堆 那段時間在做什麼 是怎麼有10條 都贏了 我不跟你騙 國民黨做出來 不管是韓國瑜勝出 或者是郭台銘勝出 一定贏過小英 你要信嗎 在國民黨正式民調要出爐之前 會有很多家民調 這些民調是刻意做的 把郭台銘 郭董 跟韓國瑜拉得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郭董如果贏的時候 很正當性 在朝鮮正前去我插在桌子 而且誤差值裡面 所以說郭台銘贏 是可能他廣告打得大 打得兇 還有怕霹函東元 還有霸氣 還有種種 他贏是應該的 讓你韓粉 隨他人沒話說 所以說這都是有鋪陳 現在王金平對韓國瑜 他累積了那麼多的怨言 他為什麼要回過頭來 要跟韓國瑜講高雄的吃和玩樂 原因非常簡單 他在這個時候 他也不希望得罪韓國瑜 但是他跟郭台銘之間 我很確信的說 他們兩個都是警友會 跟消防隊出身的 韓國瑜不是 一個是榮譽會長 一個是也是會長之一 他在這個時候